新鲜练练的红烧肉 今天它来了 出锅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范老弟 应网友的要求 想看红烧肉 今天它来了 买了一大块的五花肉 今天准备来个红烧肉 废话不多说 咱们做起来 考虑到肉上还有猪毛 我现在准备拿喷枪给它撩一下 今天块切小一点 煮的比较快 块大的话煮的会比较慢 好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今天买的肉做了一半 然后现在咱们凉水把这个肉焯一下 猪肉冷水下锅 放点葱 加点姜 加点料酒 开锅 肉捞上 清洗 现在准备一块儿 红糖 今天不用冰糖 用红糖 今天不用冰糖 用红糖 烤饼 炒至锅里的底油 然后把这个糖搁进去 炒一个糖色 接下来呢 把这个肉倒进去 加入开水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大料放进去 就是什么 辣椒 桂皮 香叶 八角 丁香 浑香 还有这个山楂片 接下来呢 把这个最后的两样东西放进去 草果肉扣 再来一片姜 草果肉扣要打烂 熬煮它 40分钟 然后就可以吃了 放锅罐 调点料汁 一份老抽 两份生抽 再来一份蚝油 搅拌均匀 放入锅中 放点玉米进来 等会儿淋出锅的时候 把土豆放进去 来点玉米 嗯 太香了 香的 新鲜练练的火烧肉 今天它来了 出锅 出锅 来粉丝先吃 嗯 碗末Q弹 完美 酒后米饭 颜色啊 可能不那么好看 这个糖色放多了 它颜色有点深 正常来过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不过这个口味没有变 依旧那么好吃 来块土豆 嗯 土豆也可以 来块玉米 来个水果玉米 嗯 红烧肉或者鱼米 嗯 好吃 快吃 来一会儿绿叶 心心粘着火烧肉 今天终于吃了 你看 要赶开一下 没有 这次很好吃 来一块红烧肉 好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再见了朋友们 喜欢的小伙伴们 屏幕下方点赞留言关注转发 拜拜 对了那个粉丝就是你 今天给你做了这个哦 拜拜